近日Blapping正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 成员激素日前被拍到右颈有一粒凸气的肿块 引起歌迷担忧 YG娱乐先前曾官方回应表示 激素健康没有异常 可以好好的消化完巡演行程 但此事也引起一届关心 昨天大韩外科医生协会理性副会长 在YouTube上传影片 出面勸借激素看医生 尽快进行检查 他认为以激素的年龄、位置、形状来看 断定99.99%是表皮一样囊肿 是皮肤相当常见的肿瘤 作为良性但也有少几率为恶性 理性副会长初步认为高几率是良性 但如果放置不管 恐怕会造成感染 肿瘤若持续长大 届时切除也会在脖子留下伤疤 最好早点动手术切除 他勸借激素就算身体没有异常 最好也去医院一趟 在淋巴线摸到的东西超过两个月以上 还是建议去做切片检查